水晶手链放在白晶軸上 白晶軸放在哪裏你又知不知道呢 在7月份鬼節是否有些擔心有些怕呢 不需要擔心 你上來找Peter Sir 我會幫你免費開白光保護罩 你整個7月份就會玩得開心、睡得安心 今天解答很多粉絲的問題 經常都有問Peter Sir 有說水晶我們回到家裏要放在晶軸那裏 充電、淨化 這樣就好了 那些水晶會釋放一些能量出來 即是手鏈 因為我們帶了它會吸引我們人體的寬能量 會不會影響我們 首先跟大家說 這個晶軸是會幫你充電淨化 這些能量是不會有影響的 但最重要是記住一件事 你存放的位置 首先不要放在廁所 廁所是會有裝器的 是不適宜的 第二不要放在廚房 廚房有油煙的 第三不要放在床頭附近 因為為什麼影響睡眠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很多時候 聽說香港地方洗 我將精軸連水晶手煉 放在櫃桶裡面 我跟大家說 這個是極度不適宜 為什麼呢 櫃桶就困住了它 這個是不好的 總之你放在哪裏都好 總之你讓它舒服 淨化充電 也不要放在窗的旁邊 為什麼呢 如果你有曼烈的太陽曬著 水晶手煉會變雅色 也能量會消退 總之你記住 你對它好 它會低於對你更好 首先記住 不要放在櫃桶 其他地方大部份都適宜